各位同學好 來看一下嘉義大學的研究所考題 題目有指定方法 就要用Gauss-Jordan-消去法 來解上面這個問題的未知數 代數方程式如果超過兩個 就三個以上 其實用Gauss-Jordan-消去法是比較快的 許多的程式他在解題的過程中 他寫他那個邏輯概念的過程中 大部分也都是利用Gauss-Jordan-消去法的概念 我就把Gauss-Jordan-消去法的概念應用一下 首先我要建立一個擴展矩陣 這個原因是 他可以建立一個擴展矩陣 這個擴展矩陣 用底下的方式來表示 擴展矩陣就把那個係數矩陣 跟等候右邊的323合在一起 我把那個係數放在這裡 1-1 3 2-1 2 3 1-2 我把這個擴展矩陣建立好之後 接著我想辦法讓他變成一個下方的這個三角形的數字 都變成0 意思是說變成上三角矩陣 我就以1這個位置的元素為主 想辦法把2跟3化減為0 2要化減為0的話 就是第一列乘上-2加到第二列 第一列也要乘上-2去加上第二列 這樣就可以把圈起來的位置的元素變成0 3這個位置也是一樣的概念 要把3這個位置的元素化減為0的話 就乘上-3 然後同學要留意一個符號的問題 就是不要寫等號 因為你寫等號代表每個位置都要一樣 可是事實上已經有某一部分被調整過了 因為除了第一列還留下原來寫法之外 現在的第二列開始改變了 1乘上-2加上2 0-1乘上-2加-1 正1 3乘上-2加2-4 再來是第三列的對消 第一列乘上-3加3變成0 第一列這個-1乘上-3加1 4 3乘上-3加-2-11 3乘上-3-9 -9加-3-6 下一個就是想辦法讓4這個位置的元素變成0 要讓4這個位置的元素變成0的方法 是不是就以A22這個1為主 然後乘上-4加進來就可以了 結果1乘上-4加-4 讓它變成0 個人學在寫成有關係的這個波浪符號 不要寫等號 因為寫等號是錯誤的觀念 寫等號代表說 2要等於0 可是不是啊 -1要等於1嗎 不是啊 2要等於-4不對 所以你要寫波浪符號 有關係的意思 要寫那個有關係的那個波浪符號 第二列0 1-4 第三列開始 0乘上-4加0 還是0 1乘上-4加4 那就是0 -4乘-4 16 16-11 正5 16-6 正10 個人學高十九等消去法 到這邊之後 即時就可以停下來 然後就把它 反向迭代 剛剛這個第一步 就把它變成一個上三角矩陣 接著呢 接著我從這裡的寫法可以整理成 這個三個方程式 我先寫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就是 5倍的X3等於10 第二個的話就是X12 可以從剛剛這個找到X3 第三個問之數 再反向迭代 X2減掉4倍的X3 這個是-4 你有X3就可以算X2 第一個的話就是X1 減掉X2 再加上3倍的X3等於3 有了前兩個 有了前兩個X3跟X2之後 就可以算出X1 這個動作叫反向迭代 我就從第三個方程式知道X3是2 然後把這個X3帶回來 反向迭代 好就是X2 就是X2 等於-4加8 -4加8就是4 -4加8就是4 如果是對 X2是4沒錯 4-8會等於-4 OK 再反向迭代 所以X1算一下X1就是X2 減掉3倍的X3加3 X2是4 4-6加3 所以是1 X1是1 我還是稍微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問題 1-4-3 -3加6 OK 再檢查第二個 2-4-2 -2加4 2 大概沒有錯 各位同學我已經找到三個位置數了 X1是1 X2是4 X3是2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 分享一下 可以 一堂